由徐若瑄、鄭仁錫主演的電影 這日居行傳媒試影 劇情描述兩位乒乓男孩追夢的故事 Vivian和仁錫在戲中分別飾演乒乓男孩 彭宇海和李星偉的父母 他們聯同飾演教練的詩明瑞、江雲杰等 齊齊出席試影會 兩位同星現實生活中都是乒乓球選手 可以和偶像即是退役的乒乓球選手 江雲杰一起演戲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江雲杰 轉右邊 謝謝 後面相處之後 其實我是覺得其實都差不多 都很棒 那爸爸跟媽媽 就是兩位在劇中爸爸媽媽 人很好 確定 都會跟我打屁 非常好 還會關心我們 我和胡瓜 你是不是有被教育過之後才講話 沒有 不是 你是不是早上來有先吃藥 沒有 因為人說你的手壓在他肩膀上 他的壓力很深 謝謝 Vivian這次還親自為電影主題曲填詞 講起創作靈感 原來跟他的爸爸有關 我覺得每個人在脆弱事宜的時候 都需要一個力量去接住你 所以這首歌叫接住我 那也是從他們乒乓球的畫面來的這樣子 我們小時候爸爸小學畢業前就沒有在我們身邊了 但是在我印象中很小的時候每天睡覺前 他就會跟我們講講故事 就一句話一直重複 就是說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火焰山的地方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火焰山的地方 他就一直重複這句話重複到我們睡著 所以就是自己去想像 所以那時候在火焰山拍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連結都會想到我父親 就是把他放到歌詞裡面去 詩明碎憑另一部電影 入圍今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Vivian恭喜拍檔之餘 都不忘趁機宣傳這套新戲 恭喜小帥 對 因為 因為其實角頭 破億的時候 跟破一億五的時候 我都瘋狂地幫他們轉 然後貼乒乓男孩的連結 因為就希望我們的兩位男主角 因為角頭成績那麼好 然後能夠把這個 這個人氣 還有那個 磁場可以延續到我們乒乓男孩 對 因為我今天特別穿得跟火龍果一樣 希望電影能夠紅紅火火 耶 這很開心啊 然後我覺得 雖然是我個人獎項的入圍 但是其實演員就是這樣嘛 不是自己演的 所以是整個劇組的光榮 對 所以就是感謝整個角頭劇組這樣子 就很高興 來吧 我